Hello,我今天會示範用多功能鍋膚機 製作一個朱古力鍋膚 材料包括 低筋麵粉 泡打粉 朱古力粉 鹽 糖 蛋加水 185g 橄欖油 20g 好了,現在開始準備材料了 首先就是低筋麵粉 125g 我會用這些小沙姬 隔一隔粉 令粉更幼滑 這個過程雖然需要少少耐性 但出來的效果會好很多 第二樣會放是 泡打粉 加4g 第三樣會放是 朱古力粉 加10g 粉狀的材料準備好之後 就開始另一部分的材料了 分別 下鹽 1g 糖 25g 再把一隻蛋 加上水 185g 放入一個盤 碎盤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放在不鏽鋼盤的材料 用攪拌機 慢慢攪拌 然後攪拌至起泡 直至泡可以輕微起起為止 攪拌機 我習慣攪拌機 放在同一個位置 反而我會用手去轉盤 令到它可以攪拌均勻些 都已經稠稠了 我就關掉攪拌機 拿起去看看泡是否站起 已經有少許會站起了 這樣就差不多了 記得 關掉攪拌機才好試這個動作 否則泡就彈到周圍 然後就可以在邊位開始下粉 分兩次下 盡量不要弄爆泡 把泡和粉攪拌均勻 再放其他粉 不斷攪拌至均勻 大家看到 我下了粉之後 就沒有再用電動攪拌機 用手慢慢攪拌 因為攪拌得太勁 麵粉就會起筋 吃下去就會不夠鬆軟 所以在攪拌過程 次數越少就越好 好 去到雲巡之後 就可以加上 橄欖油 20g 也將它們攪拌均勻 攪拌好之後 就把這個盤放在這裡 30分鐘 不要動它 就開始準備鍋膚機 首先把我今天會選用的鍋膚盤 放進鍋子裡 準備一些橄欖油 用油掃均勻均勻 均勻 放進鍋膚盤 然後蓋上鍋膚盤 蓋上鍋膚盤 開電鍵 開始加熱 這個時候 紅燈就會亮 當眼燈轉綠色 就代表已經夠熱 就可以開始把粉漿放進鍋膚盤 剛剛蓋過面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應該都聽到 鍋膚的粉漿 倒進鍋膚盤的聲音 把它們鋪平 靚靚仔仔可以蓋上鍋子 把鍋膚盤 把計時氣餘5分鐘 開始焗 這麼快就5分鐘 可以打開鍋膚盤 嘩 大大塊鍋膚就在你面前出現了 讓我上碟 我剛才的材料份量 是可以做多一塊鍋膚 好像剛才這樣 重複做一次就可以 這一塊鍋膚 再加上一隻雞腿 就成為我今晚的晚餐了 我喜歡加上煉奶 果醬和花生醬 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按訂閱 和讚好我這一段影片 支持一下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